产品图示被撤掉 写着配合卫生机关查查 因这款南韩进口的爱多美蜂灭影 在香港被验出毒性成分 假氧沙灵后 台湾食药署也请业者暂停贩售 若被查获为蓄意添加 西药成分将一药室罚处办 未来将无法进口 不止台湾在香港爆出事件后 以致四人肝损入院 新加坡也要求业者不能卖 食药署统计这项产品 台湾进口97批 在台湾卖了三年 有千顿恐怕已经下肚 而目前库存量仅剩的20顿 也已被要求全数下架 如果过量使用的时候 可能会对肝脏产生不良的影响 下架的好处理 那已经吃掉的怎么办 毒物科医师严宗还表示 含有西药成分一定得下架 毕竟假氧砂磷需在医师处方下使用 若引发干毒性 常伴随恶心头痛 晕眩疲倦 忧郁失眠等副作用 有以上症状提醒快就医 明星商品爆出含干毒成分 手上还有的快停用 小心还没见效 先入院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